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的两首歌曲吧 这次两首歌曲 一个 一个歌曲呢 就是现在正在放的歌曲啊 然后还有就是 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我们终于相爱的 就是当时那个制作人也很喜欢这首歌曲 我说我们终于相爱 我们终于相爱 就一定要放主题语吧 变动语 我们先聊我们终于相爱 对非常舒缓 然后呢有感情 当时这的人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好 他说这首歌你一定要给他唱好一点 因为这是他的爱 所以当我录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很纠结 然后唱得很不便 因为我每次录歌的时候 我都会开嗓的唱几遍 然后在每一句戏来 就是我然后整个录完以后 我会出去听 听完之后觉得不好的地方 我会再来 我会一遍一遍的重复 然后才会有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歌曲 所以其实中间经历的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 但是其实是开心的 开心的 对 就当出门听到就是 就被人说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你就心里会得到那种欣慰的感觉 其实你中间去调整 不断调整的时候 也没有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很慢啊 其实是一个很爽的过程吧 一直在 当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高 他只会希望这个时间过得能更安逸 他只会希望这个时间过得能更安逸 他会一直在棚里 所以我唱我ST都是为了一些情境而定的 会去不断的去想象那个情境 带造其中去 对 相信大家就是看剧的时候 就比如我跟棉妹的一些镜头 然后我的歌曲出现的时候 你们也会觉得我这首歌是为了这个情境而定吗 你刚拿到这首歌 Demo的时候 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好听啊 好听 我很喜欢的这首歌 然后当时还在考虑呢 说因为刚开始唱的时候 他们觉得太高了 啊 因为这样那个如果 那就很高那个key 然后呢 他说降调 我说不要 我说这首歌如果降调的话 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然后也试着他给我降了点 一唱 我说没有那个感觉了 不抓人不动人了 然后就还是在这个位置 嗯嗯 那我们再试听一下另外一首歌 另外一首歌 有没有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另外一首歌 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 嗯 唱到快歌吧 快歌 嗯 嗯 然后呢 这首歌也是当时录的时候 就就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唱这种风格 现在因为我主要偏抒情 嗯 我喜欢抒情 喜欢那种叙事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风格 作为片头曲 他们觉得可能会更抓人一点 结果也会快一点 对对对 包括剪辑的镜头放在里面 也是比较贴合 就是我唱所有的歌曲都是按照 可能会出现的剪辑镜头 然后来唱这个歌 跟这个歌曲搭在里面 嗯 我们再来听听这首片头曲好不好 听两句好不好 粉丝听到这样 你这种旋律的歌曲什么感觉 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终于相爱 哦是吗 哦他们其实也会觉得你 对他们只会每一次其实都是我的歌出来之后 他们都会问 这谁唱的 这个还蛮有听的 但是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是里面演员唱的 啊 所以这个感觉 所以如果我 呃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每一部戏里面 我都可以参与在里面唱一首歌曲 是是是是 毕竟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之前做过歌手的身份 然后再来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然后再去唱的时候 你可以用上你的唱功 再用上你在剧中的这种感觉去唱 嗯 其实是更会和剧比较贴合的 对